今天很高興 可以請許幹事 幫我們介紹和我們兄弟說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我們現在這尊大尊的玄天上帝 是尼碩的神像 以前早期只要是尺寸稍微大一點的神尊 都幾乎是尼碩的 因為價格來講的話相對比較低 我們三尊神像都尼碩的 然後中間前面這尊二上帝 這尊軟身的神像就是鄭成功當時 他來台灣的時候 他們的軍隊引請過來的 那這尊軟身的意思就是說 他的關節都是活動的 他是可以穿好幾層的衣服 像我們人一樣 他會先穿一件禮襯 然後再穿龍袍 這尊軟身的神像 就是當時最早的 我們說的古頂天 就是以前在沒有這尊大尊的玄天上帝的時候 這尊二上帝就是以前舊的正殿 這是我們台人現在說的禮頂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尊玄天上帝 才是我們廟的歷史比較久的神像 然後其實傳說 當時正成功請來的神像有兩尊 一尊是銅像 一尊就是這一尊軟身的 我們現在稱呼的二上帝 那那尊銅像現在是供奉在內殿 平常是看不到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尊二上帝是他的軍隊供奉的 所以那兩尊神像都算是我們的開機 我們的簡介裡面也有那尊銅像的照片 所以我們來臨上的那尊是那個清朝的 那尊是清朝的 對 我們有一任台灣的知府叫蔣玉英 他那個時候出資去大修我們廟的時候 就重塑了這三尊大尊的 正殿的玄天上帝跟康造元帥 這樣子 所以這兩尊那個康造元帥也是 對 都是尼索的 對 比較不容易的是說 他已經經歷到現在至少 兩百年以上 快三百年 對 這兩尊神像 他只是靠兩隻腳 站著 是靠那兩隻腳 這這麼久的歷史以來 他都沒有去尊傷到 所以連帝都沒有太陽 對對對 玄天上帝的法器就是 騎跟劍 騎在我們那個經典裡面叫做 北方魂腳斷魔熊劍 這是玄天上帝的法器之一 那那個黑色的騎子就叫做 照道玄騎 就是玄天上帝的兩樣法器 那他這兩支法器呢 當時候是仿照我們這尊大尊的 玄天上帝的比例去製作的 所以他會比較大一點 說到玄天上帝 概念出名的就是他的古爪里長 就是玄武啦 玄天上帝 北方七宿的自然崇拜 我們北方七宿的台人 不會輸到一個古形 其中呢 上街公的那個山叫做 藤舌心 所以比較有這種古爪 殘道之下 也影響到民國 近百年來的就有的發展 大清朝的末年 因為 正在冷暖 連大天堂的玄天上帝也 怎麼不下去啊 所以呢 玄天上帝就領他的古爪里長 來到林甘 我們國父 順龍山就是玄天上帝的發心 那他們兩個部長 到底來拯救我們中國啦 古長就是 巨戒舊 座座就是 沒這麼多 想不到是 現天上帝的發心的順床山 一離開林甘啦 古爪兩個新種 追悔不良 古生最后呢 打不過座座 貼秀來台灣 台灣因為庶民犯害 水對古生是有利的啦 座座座因為 對水性不說很了解 所以呢 沒辦法渡海來打牠啦 因此呢 就變成嚇到海峽兩岸的 對峙的局面啦 大國父 順龍山就在林甘的時候 才有材料 從中介紹 跟沒有這種兩個人 十四世啦 因為啦 竟然有現天上帝比較好 手牙七千步驗 將孤爪兩個 將滾的 四世的打在頭上 但 順龍山 過身後呢 孤爪兩個人 馬上就冰龍相見啦 根本就沒有像現天上帝的 會聽下去 現天上帝要他們兩個人 好好的 將中國 管的理由好 為人民來謀福利 住國父 順龍山 小孩的時候 順龍山的老爺 就要找聖名船 來幫國父 他聖名 啊 當時呢 聖名船一算 發言不得了啦 人人 開來啦 大富萬歲萬歲萬萬歲 公正小孩的未來 一定是 所以呢 孫爪山的老爺 就讓孫爪山 和一個 地向小民 但是呢 孫爪山的老爺 反而 這麼孫爪的 皇爺名 會把他拿來麻煩 就千九代萬九代 要孫爪山 不可以別人說自己的伯母 就帶孫爪山去武當山 令現天上的客廳 希望呢 底下說可以保備他 平安大小 大小 一百八七年 十月三十一號的月報時啦 東京後的暗旁 突然出現一隻 整橫屋 金光鮮鮮 百多鳥的新菇 他的旁邊呢 也齁 真幾堆 幾千幾萬隻的 大小隻的黑菇 這些黑菇 不然從哪裡找出來 但是呢 這些黑菇呢 真有靈性的 對那個新菇呢 點頭來那個朝拜 烈紙喔 正人呢 向鳳梨 摩拜一樣 一模一模 剛才喔 這些村民呢 走到那裡 都走到那裡 的時候 默奔口袋 看到這個 百年齁 難得一見的奇景啦 全天呢 天裡 這一家呢 這些新菇呢 就對 百鳳頭一 冷 冷到水裡面了 這些菇丁呢 也對這個新菇呢 也冷到水底 一時一天呢 好麵呢 平常跟有一個東西一樣 當正人 遮遮瞋期的時候 住這個林坡 四十口鎮的村民呢 村民間呢 傳出一個好消息 就是這個 村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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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的時候呢 整個房間呢 不像 燒那個檀香一樣 香噴噴噴 這孩子 就是中概酒 當時啊 村民家呢 因為他的臉 甚至不像一個 黑菇的臉 所以呢 都喔 那些被人 那些笑 說這個中概酒 他是黑菇的 倒胎鑽石 他沒想到自己出頭了啦 啊這個傳說呢 也對那個 國民黨呢 來台灣那時候 也讓我們台灣喔 開始流傳 因為啊 本身啊 是熟水啦 爪神是熟火啦 北方熟水 南方熟火 所以呢 當年呢 中概酒他那個 那些來臉的時候喔 打共費喔 打得喔 很輕鬆的啦 那這個地方呢 配到那個 山西延安的山頂呢 因為山西延安的山啦 剛好呢 讓全身呢 黑川的機會啦 所以呢 幾次喔 因為啊 地利啊 所以呢 共產黨 搞得喔 以寡敵眾喔 從國民黨呢 打到原告出場 最後國民黨呢 拿到台灣 也是因為喔 台灣熟水啦 所以呢 剛好就補掉我們台灣啦 剛好一九七五年喔 四月五年喔 中概就過身的時候 陷入暗命啦 風雨雷電交加啦 最愛去那個磁湖呢 突然間也出現喔 幾千幾萬隻的 大小隻的黑菇啦 跟他當年大 客戶出身的時候呢 一模一模 那他的觀察呢 從台北呢 送去土風吃虎的時候呢 沿路經過的那個湖泊 大小隻的黑菇呢 都收出來 頂頭來朝拜 來送行 沒有這棟喔 是大一九七六年 唐山大地陣順喔 發生了多久呢 他就過身啦 這就是我們說的喔 涼爪 尾山啦 陷燈順地對 孤爪 中概就到 專家 沒有這棟喔 他們兩個人喔 哇 人間的所作所為啦 真不滿意啦 所以呢 就像孤爪 兩個中間 叫回來的天堂啦 就一次 像孤爪呢 打在土地裡 今天很特別喔 時間是要帶我們來看 博物館 博物館裡面 有什麼補貝呢 今天我們來看 走 早期我們那尊 軟身的玄天上帝的 穿過的那個衣服 跟戴的這個免流 我們都把它收藏起來 就是現在看到的這一件 好 正殿的那尊玄天上帝 大尊的那尊 尼索的玄天上帝 他戴的帽子 這頂就是 這頂是銀帽 這頂 這頂帽子現在來講的話 大概 市值快要有六十幾萬 這頂帽子 他是銀座 他只是看起來比較 他年代比較久 我們沒有辦法拿去整理 要不然 他如果去整理完之後 洗乾淨之後 他是銀色 整頂是銀色 他旁邊這頂嗎 這個就是合金的 旁邊這支合金 就是現代的 雖然比較沒有 不是那麼值錢 不過以前 要做這麼大頂的帽子 一定都是要另外訂做的 沒有那麼 以前 新尊都沒有 尺寸 沒有尺寸 兩尺 帽子是固定的 但是你要這麼大尊的帽子 包括他的板 他的龍 他的板 這個都要另外打 都要另外再用樣板出來 所以都是特製的 所以 也都不常見 很罕見的東西 這張桌子 當時是放在大殿 我們剛剛有介紹那個旗跟箭 那個旗箭 以前早期就是放在這張桌子上面 這個桌子 他很難得的地方是說 保存的很完整 然後 他上面的這個雕刻 那個是鏤空雕刻的 他不像現在 現在有一種技術就是說 他可以機器雕刻 或者是他用機器的 他用一些工具去做那個鏤空的雕刻 這個以前都沒有的 以前都是要用那個鑿刀 一刀一刀去把那個鏤空的地方鑿出來 所以他有很多的細節 在現在的工藝來看的話 都是很難得的 都是不簡單的東西 所以這張桌子 我們現在才把它收起來 然後是讓它能夠永久的 能夠繼續流傳下去 到期待 跟拍攝 慢慢折離 等待會 叫多久 多久 吭